透视一经解锁密码 大家好 欢迎收看禅宗说挂的实力解剖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要享受过程的故事 美国有一个篮球明星 有人说他是天生的篮球高手 有人说他能表现得这么好 都是因为得到明师的指导 也有人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够勤奋 但是他本人却回应 我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都是因为我知道 重点不在于结果 是在追求的过程中 我有没有尽全力 当年他还在读高中的时候 就表现出惊人的篮球才能 不管是进攻防守还是投球 他都非常的厉害 是校队里面最受到大家期待的球员 那年学校的篮球队参加一年举办一次的篮球比赛 虽然比赛的规则 规模不是世界级的 但是有很多有名的球星 当初都是因为在这个比赛中 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才会被大球队发现 所以他也非常重视这一次的比赛 在比赛开始之前 他的爸爸跟他说 比赛的结果虽然很重要 但是享受打球的过程也同样重要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比赛一开始 他就用最快的速度投进一颗三分球 瞬间现场的观众都被他的热情打动 不断欢呼鼓励他 第一节十分钟的比赛 他总共投进了九颗球 虽然每一颗都有得分 但是却只有赢对手两分而已 第二节的比赛开始 他的队友像刚才一样 只要一拿到球 就马上传给他 把所有能投球的机会都让给他 因为不止其他的球员 就连他本人都认为 他能投进全部的球 不过对手在这一节的比赛中 调整打法 把他当作是防守的重点 所以他能拿到球的机会越来越少 但是他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 他拿到球三次 三次都有得分 第三节比赛开始的时候 他的队伍还差对方三分 他开始着急 心烦意乱了 在队友的配合之下 他的进攻又快又凶 虽然抢到球的机会增加了 但是他却一颗都投不进去 耳边都是观众喊可惜的声音 他只好一直在心里说服自己 我是满分王 这个时间没有我投不进去的球 后来第三节比赛结束 他们已经输对方十分了 休息之间 他爸爸跟他说 你不是满风王 没有人能够投进所有的球 你必须要学会享受投球的过程 这样你才会越来越进步 最后一节比赛开始 他跟队友团队合作 互相的配合 他开始享受这场比赛 带给他的满足跟快乐 不再将心思放在一定要得分 一定要成为表现的最厉害的球员 就是因为心态的转变 他们的分数也提升了 最后得到这场比赛的胜利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 在赛场上 不论是输还是赢 享受比赛带给我们的体验跟感受 享受这个过程 才是正确的生活态度 一 准备三个古铜钱 或是一般的硬币 图案的那一面代表着阳 文字的那一面代表着阴 调整自己的呼吸 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平静的状态 然后把钱币放在双手的手掌心 在心中默念今天的月令日之 然后拜请福西 文王跟周公 指示你想要站稳的事情的吉凶好坏 接着摇动手中的钱币 把钱币轻轻地丢到桌子上 由下往上记录直出的六个阴阳 请示完内挂 也就是下挂的三个窑之后 要再默念一次想要站稳的事情 继续值钱币 完成外挂 也就是上挂的三个窑 补充说明 月令日之相当重要 因为它可以帮助判断吉凶 所以要自行去查询 万年曆或是农民曆 举例说明 国立111年3月18日 它的月令日之就是 任引年回卯月跟五日 三 确定好日之之后 接着要将空王的部分找出来 日之是由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组成的 两两一组配对 一定会有两个地支 没有搭配到天干 这两个地支就是空王 例如 普挂当天是更五日 我们将天干和地支都配对好了之后 会发现 虚跟害两个地支 没有对应的天干 所以是空王虚害 四 当我们在记录窑的阴阳时 要以少的为主 例如 三个钱币中是一阳两阴 也就是一字两图的话 就要记为少阳 如果值出的结果是一阴两阳 也就是一字两图的话 就要记为少阴 如果三个钱币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就要特别记号了 因为这代表有变卦 三个钱币都是字 就是老阴 都是图案 就是老阳 在变卦以后 老阳的部分会变成少阴 老阴的部分会变成少阳 在庄六亲之前 我们要先学会庄地支 庄地支的原则很简单 就是阳卦庄阳地支 阴卦庄阴地支 阳卦为 前阵 坎 阵 阴卦为 坤 队 离 逊 阳地支为 子 阴 臣 武 身 虚 阴地支为 丑 卯 似 未 有 害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在庄阳地支的时候 要从顺时针的方向 因为子是前阳之事 所以要照着子 隐 臣 武 身 虚 这样的顺序来庄 但是在庄阴地支的时候 因为位是昆阴之事 所以要从逆时针的方向 照着 位 四 毛 丑 害 有 的顺序来装 从初遥开始 顺序由下 往上 每一个遥位分别代表的地支 如下图 我们说过 十二地支有各自代表的五行 从右下角顺时钟来看 害子为水 银毛为木 四五为火 身有为金 剩下的丑 尘 味 须 都为土 佛有八万四千法门 来对治众生的烦恼 就好像一支卦 可以有非常多的面向 来解释众生的问题 生活当中 会出现一道又一道的阻碍 会让我们以为 自己输给了生活 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输给那个 着急 惊恐跟忧愁的自己而已 人生中处处都是选择 快乐的过也是一天 痛苦的过也一样是一天 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绝对不要逃避 应该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想办法来改变 对我们不利的局面才是正道 今天就要用各种不一样的主题 来跟大家介绍一些实际上发生过的案例 看是要如何透过一金普卦 推算出问题的答案 以及如何将我们曾经学过的解卦技巧 实际运用到生活当中 这只卦是张先生要问他阿公的健康状况 普卦以后得到的结论 是虽然张先生他阿公目前的健康状况 还不到很严重的地步 不过他的身体确实是越来越差了 而且病人的病症会发展成慢性病 普卦日期是甲生年 奎有月 几位日 空王是直丑 张先生普到的卦 是折利翠 动六摇 变天地痞 张先生他阿公在退休之前 是一个汽车工厂的工人 每天都要占超过八个小时 膝盖的负担非常的大 原本之前只是三不五时 他阿公会说膝盖痛 但是最近 阿公都会觉得关节脏脏的很痛 尤其是遇到天气变化比较大的时候 还会觉得有东西转进他的骨头里面 因为走路跟运动都很吃力 也造成阿公越来越不喜欢出门 人的精神也越来越差了 张先生烦恼再这样继续下去 对阿公的健康状况 会很不利 因此才会想要代替他阿公 普瓜来知道 阿公目前的健康状况如何 问疾病的用神 就要看关鬼 四摇用神四火的关鬼 求求无根 关鬼此事有贴身鬼的含义 代表病魔产生 病很难治疗 但是因为关鬼并没有日月来升福 所以才会说 病人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他的病情还不是很严重 三摇盲目的七才 修求无根 不但跟月令毛有冲 月魄 还入日之 未土了墓 印摇有金的兄弟 望向 表示病人最近因为治疗 花了不少的金钱 六摇未土的父母动虚途的父母化 禁神 父母动主成婚 表示病人的精神状况很差 而且父母动不但会泄治疗 管鬼的气 还会去克代表医药治疗 害水的子孙 就代表病人的身体会越来越不好 药物治疗的效果也很有限 提醒家属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总结来说 张先生普遥的卦 是折地萃 动辨天地痞 卦画六合 这样的卦象在疾病方面 就表示会发展成慢性病的意识 问病若是遇到管轨磁事 就表示病人身上的病症很难根除 因为三摇的七才越破又入日暮 不能生管轨 所以目前的状况 还不到会有危险的地步 六合胃图的父母动画进程 表示病人的健康确实会越来越不理想 不但有元气不足的问题 吃药也无法发挥太大的效果 大家学艺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身体健康心安宁 投资求财必得力 一起学艺经 家庭幸福永同心 修行路上可见性 禅宗书挂节目护持账号 42274784 护明十方法界基金会 这只挂是王先生 要代替他的朋友 问对方久病的状况 根据挂箱的显示 病人的健康非常的不理想 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虎挂的日期是丁永年 雾身月已逝日 空王寺银帽 王先生普道的挂 是天雷无望 洞出窑跟四窑便封地关 王先生的朋友李太太 之前突然体重减轻 肚子脚痛 以及上厕所游血 才发现他已经是大肠癌的第四期了 而且还有肿油转移到肝的现象 本来是希望能够赶紧开刀 将肿油拿掉 但是因为肿油实在是太大了 医生建议先做化疗 等肿油缩小之后再来开刀 但是癌细胞扣散的速度太快 在短短的时间内 李太太就瘦了10公斤 止痛药的剂量也越用越重 而且因为电疗的关系 李太太整个身上的皮肤 也出现变黑的情形 前一阵子李太太因为发高烧去挂急诊 当时她家人还签了放弃急救的同意书 状况非常的凶险 虽然最后人还是有救回来 但是医生说 不止一种细菌跑到李太太的血里面 恐怕会引起败血症 可能剩下没多少日子了 要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王先生来探望她的时候 看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差的李太太 就觉得非常的难过 因此才会想要代替李太太来普卦 看李太太最近的病情会如何 首先是饰药的部分 饰药无火的子孙动胃土的器材 子孙代表医药 饰药的子孙对月修求 但是有日来福有根 表示李太太现在吃的药 虽然有效 但是也只能暂时的减轻她的痛苦而已 混病的用神要看官鬼 硬摇做祭神 止水的父母动胃土的器材回头克 父母望向 而且父母不但动画回头克 还动克四摇的子孙 代表药物治疗的效果不是很好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李太太的病 还是很难找到对症的药 五摇用神神经的官鬼灵月令 官鬼望 就表示病人现在受到的病痛折磨 又病难断根的情形 二摇原神隐木的兄弟不但修求无根 越破又空亡 而且还跟月令 以及日知是隐私生三省的状况 兄弟有免疫力的含义 所以兄弟无力 就代表病人的精神还有体力 有越来越差的现象 总结来说 王先生普遥的卦是天雷无望 洞便风地观 本卦六冲 九病风冲 是大雄的卦象 对病人非常的不利 用神神经的官鬼望向 表示病魔禅身 虽然四摇做代表医药的子孙 但是应要做祭神止水的父母 应要克四摇 父母克子孙 所以药物治疗的效果不大 只不过是让病人不要那么痛苦而已 因为植物冲 会冲走四摇无火的子孙 再加上丑胃冲 会冲掉四摇化摇胃土的器材 所以止月还有丑月 就是病人最危险的时间 这只卦是王小姐要问怀孕的状况 普卦以后得到的结论 是虽然王小姐怀孕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变故 这胎应该是保不住了 普卦日期是几亥年跟五月星四日 空王是生有 王小姐普到的卦是烽火家人 动第五摇跟第六摇变地火名移 王小姐还很年轻的时候 医生就跟她说 她是很难怀孕的体质 所以王小姐也一直认为 自己这辈子应该是不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王小姐的男朋友早在两个人交往初期 就知道这件事了 也表示不要紧 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就在他们结婚一年后 王小姐自然得怀孕了 但是没多久 孩子就被检查出 没有心跳 必须要拿掉才可以 后来又过了两三年 王小姐一直都没有怀孕 虽然她清楚知道自己很难怀孕 不过她还是会期待 最近这几天 王小姐都会觉得肚子闷闷的 胸部也会胀痛 她算一算 她这个月的生理期还没有来 她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怀孕了 虽然自己咽出来是两条线 但是她又担心会空欢喜一场 因此才会想要先透过普瓜来知道 她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我们先来看四瑶的部分 四瑶做的是丑土的七才 柴有日月来生 七才代表产妇 柴旺就表示 目前王小姐的生理状况很好 问怀孕的用神看的是子孙 硬摇用神似火的子孙 动画害谁的父母回头客 子孙临日成 子孙旺加上动身似摇抽土的七才 这就表示王小姐确实是怀孕了 不过用神的子孙动画回头客又化善 所以这个孩子的状况可能不是很好 六瑶卯目的兄弟动画有金的官轨 回头客 兄弟是修求无根的状况 兄弟动虽然可以生硬摇用神的子孙 但是因为兄弟不只动画回头客 还动画空王 根本就无力去生子孙 是无用之原神 三瑶害水的父母不但修求无根 还跟日之四海冲暗动 父母动会去客用神的子孙 对怀孕的王小姐来说非常的不利 总结来说 用神似火的子孙望向 而且又动身似摇的七才 表示王小姐已经怀孕了 但是子孙不只动画客 还动画日冲画善 就表示胎儿不够稳定 可能会有危险 五瑶是火的子孙动害水的父母 两瑶之间四海冲是反银挂 再加上六瑶卯木的兄弟动有金的光轨 两瑶之间毛有冲也是反银挂 外挂反银就表示事情会反反复复 代表王小姐怀孕的过程不平静 因为害水的父母当令 会回头客用神的子孙 所以在害月的时候 王小姐要特别注意 胎运不保的状况 这只挂是王小姐要问经营面包店的状况 根据挂项的显示 王小姐开店能够得到的财力很少 她的店恐怕无法维持很久 普挂的日期是几亥年甲虚月已丑日 空旺是五味 王小姐普到的挂是三天大序 动三瑶四瑶五瑶跟六瑶 便对为辙挂画六冲 王小姐不是餐饮科毕业的 一开始她只是因为有兴趣 才会学做点心还有面包 后来她将做好的东西 分享给身边的人吃 大家都说好吃 甚至还有人愿意出钱跟她买 这也让她越来越有自信 她原本是采取接订单的方式 但是因为她只有一个人 做、包装、跟售货都是她自己 实在是忙不过来 所以她才会想要开一间店 请人来帮忙 不过她又担心她没有办法负担开店的成本 因此她才会想要先透过普卦来知道 她经营面包店能不能赚钱 我们先来看四瑶的部分 四瑶影幕的观鬼修求无根 观鬼有事业体的含义 表示王小姐的店未来很难有发展的空间 问经营的用绳砍七材 硬摇用绳止水的七材 动画有亲的子孙 回头生 才要不但修求无根 还被约定还有日资克制 而且用神的七材 还被日资丑土的兄弟合走 就表示经营面包店 黄小姐得不到利润 用神的七材动 不是去生四瑶的观鬼 反倒去生六瑶影幕的观鬼 代表同样的事业 别人能得到财力 就是会比黄小姐多 总结来说 黄小姐普料的挂 是三天大序 动辩对回则 挂画六冲 代表黄小姐若是开店 恐怕会坐不久 硬摇用绳止水的七材 修求无根 不但跟日之六合 还谢去去生 六瑶影幕的观鬼 再加上这次挂兄弟两线 兄弟是劫财之神 兄弟动必克财 财的力量弱 就表示黄小姐开店会赔钱 以上就是今天的实力解剖 希望透过今天的解释 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 如何透过一金 来替自己指引方向解除疑问 走进一金的世界 了解挂得运用 掌握自己的命运 让您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